現在很多人都在說 柯文哲怎麼跟金華城接上線 有人說是黃珊珊 有人說是映小微 這張便條出來之後 你發現根本就不是 結果是蔡姐 結果她倒在2017年的時候 蔡姐或是碧如 就把她接上線了嘛 你說市長是主任 她何德何能 可以指揮都發局局長來參加 對 還指揮誰 副市長 對 沒有市長的受益 她怎麼可以指揮副市長 對 所以2017年 柯就跟金華城接上線了 所以為什麼 能夠去逃租影員唱歌 這不是一兩天的交情 OK 10月6號他們就簽約了 後來10月18號發建照 那為什麼那合約上面 寫11月6號 他說是物質啦 市政府說物質有可能嗎 這簡單一句話 我們的核心價值 就是科學理性物質 科學理性物質 科問曾經告訴你了 他的核心價值就是物質 當初你說是物質嘛 那上上下下有沒有人有行政責任 對 沒有發現這個物質 對 各位 你去市府辦事好了 你可以這樣物質嗎 為什麼金華城從頭到尾就是 特權再特權優待再優待 我們要請阿苗上來跟我們解說一下 今天洪建議拿出來的這一張 壁如 壁如這個真的是他的字嗎 沒有 基本上 他今天把這一個變遷 拿出來跟他上次爆料那張作比對 他還把字機圈起來說 你看這個後寫的一樣 這個八寫的一樣等等 但實際上呢 就算沒有 之前那一封朱雅虎的信 就算沒有那個橫批 因為時間見面 光是這一張我們就可以看到什麼 對 第一 壁如嘛 對 不是蔡姐囉 不是蔡英文 對 現在他必須要LINE給另外一個叫壁如的 對 然後就是問說 看你怎麼知道這個是哪個壁如 但是你看 這個變遷旁邊 市長 還有這個市長是變遷 對 這個叫壁如又拿得到市長是這張變條紙來寫的人 到底有沒有另外一個 這就是蔡壁如接下來要想辦法的 對 有沒有辦法再變出第二個這個人 第二個壁如他也可以拿到市長是變遷 類似分身對不對 就像柯文哲他可以說 這話不是我講的 是曾琳講的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林周明局長 你看 他是直接下條紙給都發局長 對 叫他說什麼 金華城 陳情仁 這是第一咖 第二咖 安排林副市長 這個林副市長是誰 林青龍 對 當時柯文哲第一任的林副市長 第二咖 要來拜會 你在場 直接指定 你要給我在場 直接指定 所以這邊剛好 林周明 金華城 陳情仁 林青龍 加蔡壁如 四個人可以打一桌麻將 就四咖 四巨頭的一個會面 OK 那日期來2017年8月1號 這是什麼日期各位 2017年8月份 接下來發生什麼事情 進到2018年 是柯文哲要競選連任對不對 對 2018年年初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政策大轉彎 本來好龍斌8年 佳科文哲第一任 四年代 前三年死守的金華城龍基392 對 在2018年初放寬了 2018年初把它放寬到560 所以蔡壁如2017年8月下了這張條紙之後 現在她要解釋 到底後來這個局有沒有約成 她必須解釋這個局有沒有約成 因為在2017年8月1號之後 如果約的時間是在放寬到560之前 那她就要回答大家說 在這中間他們談了什麼 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這證明了蔡壁如當時她是什麼呢 她是柯文哲的市長是主任 對 她跟金華城已經接上線 對 現在很多人都在說 柯文哲怎麼跟金華城接上線 有人說是黃珊珊 對 有人說是映小微 這張便條出來之後 你發現根本就不是 結果是蔡姐 因為她早在2017年的時候 蔡姐或是壁如 就把她接上線了嘛 就把她接上線了嘛 你說市長是主任 她何德何能可以指揮都發局局長來參加 對 如果市長沒有授權 她何德何能可以下這張條紙 不要忘了蔡壁如當時她掛市長是主任 實際上她的身份 在法定叫做有幾職顧問 一個有幾職顧問 何德何能指揮局長 去見這個誰誰 而且你看喔 還指揮誰副市長 對 指揮副市長欸 哇賽 權力很大欸 如果沒有市長的受益 她怎麼可以指揮副市長 對 所以2017年 柯就跟金華城接上線了啦 不是332019來當副市長來接上 更不是應小為2020開便當會來接上的啦 早就接頭 早就連線 所以為什麼能夠去逃租影員唱歌 這不是一兩天的交情 OK 來 所以洪建議說金華城案是2020年開始嗎 柯文哲知情嗎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從時間序上面來看 現在呈現的就是 柯文哲跟沈慶晶的這個威京情緣 早在第一任的後半段就已經開始 欸 蠻早的欸 很早啦 所以這個威京情緣喔 不是什麼為人介紹的啦 根本就是自己 中間是自己就有簽上 對 然後呢在2018年底的雙城論壇的時候 當時上海市的周波來 欸 沈慶晶也做柯文哲主桌啊 做主桌 沒錯 早就已經簽上線了對不對 來 金華城協議書齁 來 許淑華FB這樣貼出來說什麼 這些任性榮獎啦 智慧榮獎啦 都是要幹嘛 你的鑽石及綠建築智慧標章是 使照領德後兩年內 只要兩年內取得就可以 耐政標章也是使照領德後兩年內 取得就可以幹嘛 可以退保證金啦 最近他們不是一直在講說什麼 哎呦交保證金啊 保證金交17億35億35億 交好多 你以為保證金要押多久 兩年就好了 兩年就完了 你拿到這些標章你就退回來了 那我就請問 他拿到這些標章 是誰的利益 他自己的利益啊 對 對我們市民 對我們市民來講 他商辦會送給你 你一人一瓶是不是 不會 對啊 所以昨天好 這個晚上直播自己有講 這個協議書裡面 其實對他來講條件非常好 對 而且我們現場按計算機 一比一比算 他們正式簽的這個協議書 金華城最多最多 只要付出7億多的成本 可是呢 他換到了5000到1萬坪的 多餘的 多出來的樓地板面積 會帶來100億到200億的利益 7億換100億 這種後康為什麼只有金華城有 對為什麼只有他有 這就是現在司法一定要調查的問題 那他如果 他是取得死照兩年內 那如果他就擺爛 反正我死照拿到 你管我 就頂多就是扣這些錢而已 頂多就是保證金把它沒收嘛 但是我跟你講 他一定會拿到 因為這幾個標章 不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現在所蓋的新建築 你要取得這幾個標章 找建築師好好設計 其實不會太難 重點是在於說 你憑什麼用這種基本條件 就換到5000坪到1萬坪的樓地板 各位 各位市民朋友 你現在在看電視的話 你家要都更 你家要都更 如果你多出700萬的成本 給你換1億的樓地板 你要不要換 每個人都想要這個好康啊 可是為什麼只有金華城 可以7億成本 換100億到200億之間 好好喔 來 接下來 這個昨天檢蘇培議員爆料的 他說 基本上是11月1號公告西部計畫 2022年8月就提出協議書了 還沒押日期 10月6號他們就簽約了 後來10月18號發建照 那為什麼那個合約上面 寫11月6號呢 他說是物質啦 市政府說物質有可能嗎 只有簡單一句話 我們的核心價值 就是科學理性物質 科學理性物質 科文哲已經告訴你了 他的核心價值就是物質 什麼都可以物質 這是頂月秀出來的 他說沒有 我們真的 10月6號的時候就已經 這個說法是合理的嗎 現在都發局有拿出一張公文 都發局拿出公文說 他們2022年10月6號就發文給頂月開發說 我協議書已經簽好了 但是這個說法 以我一個議員的角度 如果我要買單 唯一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當初你說是物質 那上上下下有沒有人有行政責任 沒有發現這個物質 對 如果你都不去追究責任的話 你怎麼會告訴市民說 接受這個物質 各位 你去市府辦事好了 你可以這樣物質嗎 對啊 你去市府辦事你可以這樣物質 然後他還給你過嗎 台北市政府水準這麼差 時不時就在給你物質 你家裡面辦都更的案子 你的同意書 你的這個計畫案 隨隨便便日期給他物質 你會過嗎 我就問了 為什麼金華城從頭到尾 就是特權再特權優待再優待 對 就是搭上了一台融機特快車 對 法院已經把你打臉了 法院已經判台北市政府贏了 市長還為你開設融機獎勵補習班 好好喔 然後呢還指派什麼 彭政生 本來應該要中立的都委會主席 去當你的總教練 對 一般人誰有這個待遇 沒有嘛 然後呢你做什麼特快車 來 10月18號發建照 這背後還有個問題點 他10月19號就辦開工典禮 對 我就問 來現在聊天室裡面 1萬7千位朋友 你有辦活動的經驗 你辦一個開工典禮邀請市長 還有一大堆有錢人來的 你要籌備多久 至少最少最少半個月要吧 一定要啊 你10月19號的半個月前 10月初開始籌備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10月18拿到建照 讚耶 厲害了吧 好厲害喔 厲害了吧 這就預知未來祭事耶 沒有錯 所以為什麼從頭到尾只有金華城 有這種特權 有這種預知力呢 通靈耶 和他建照的時候 連他的融機獎勵 20%再加30%融移 都已經核發出去了 可是30%融移的核定日期 是12月 你在10月拿建照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12月可以再拿30% 融移是12月 游淑慧昨天有質疑啊 他說融移是12月才正式核定 為什麼你10月的時候就知道 你有這麼多樓地板 對 是不是很厲害 非常厲害吧 現在很厲害 真的好棒喔 這個預知耶 預知能力耶 非常厲害 未來人 沈青青是未來人 他希望他現在也可以預知 他未來的命運 因為現在檢方辦得如火如荼 柯文哲主席已經三度被提訓 北檢呢把他提出來6.5小時 那媒體是說啦 追圖力跟金流對不對 一邊提訓柯文哲 另外一邊約談這個黃台生是誰 他是當時反對的都委會委員 對 最近國昌老師一直在告訴大家 有很多的都委會委員做出了共識決 做出了共識決 是不是全部都要一起抓去關 你很國昌耶 鬥點都亂鬥 這個很多都委會委員都反對過 隨便點曾光宗 郭忠端 宋正麥 這個黃台生 都在過程當中發表過疑慮的意見 所以檢方就一邊問 你有沒有被施壓 一邊也把柯文哲提出來問 兩邊要幹嘛 交叉對比 交叉對比 這個黃台生最後為什麼被踢出都委會 這個我們議會調查報告快出來了 我來之前上午還在議會開會討論這個 為什麼被踢 為什麼被踢 沒有我們會告訴大家 其實圈選都委會委員 這件事情 是局長然後市長可以決定 所以是黃錦茂跟柯文哲 在這裡告訴大家一個基本觀念 像我們議員是民選的嘛對不對 都委會委員是誰選的 是都發局跟市長選的 都發局長也是市長選的 所以不要講說都委會委員做的決議 都跟柯市長沒有關係 人是你選的 人是你選的 你選的人 你說你做出的這批決議 跟我完全沒有關係 我只是被動尊重 拜託啊 不要以為所有人都跟 這個你想像的一樣 沒有社會經驗好不好 沒錯 來陳輝文 大家知道不要再說輝文哥是綠的 他會不高興 這個現在不是什麼綠營最大的問題 陳輝文說 他說圖利罪的定罪率逐年攀升 2021年90% 一時就說還有10%可以無罪喔 但是2022年變97% 2023年變成100% 只要起訴就會有罪啦 他就說台北地點署 已經把最厲害檢察官都灑出去了 圖利罪還會不成立嗎 但是我要跟輝文哥講 你想的太簡單啦 因為現在呢 白色力量的風向已經帶到 如果只有圖利他們就贏麻了 對 又沒貪污 如果只有圖利沒有金流 查了那麼久 只有查到阿伯圖利 阿伯沒事了 這個是死法迫害 我覺得帶這個風向真的很奇怪 因為科主席最早出來就是主打清廉 對 主打什麼呢 財團刀叉吃人肉 對 他不要刀叉吃人肉 結果如果最後被查出來真的有圖利 那他不就是弱到跟他當初所批評的 李素德跟馬英九那麼low嗎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基本上這件事情 圖利跟貪污當然有不同構成要件 還是要去看說 最後查到的證據在哪裡 讓證據來說話 可是請問不要洗到什麼 只有圖利 就等於沒有問題 拜託啊 前面這些被圖利罪定罪的人 你們要一起聲援他嗎 對啊 看你們在北索外面要聲援科文哲的時候 我就想說 李素德在看電視是不是很氣 氣死了 李素德看電視的時候說 奇怪 阿伯 你當初的時候有圖利 對 而且呢 大巨蛋行政法院也沒有出來說 大巨蛋合約違法 結果還是 李素德圖利被判9年 沒錯 為什麼黃國昌跟黃珊珊都不聲援李素德 對 所以不要再搞這種雙標啦 司法的事情其實就是尊重 交給司法來調查理清就好了 沒錯